主席 跌床駕屋 是沒辦法發揮功能 甚至 會有半律不半然這樣的疑慮 首先 就跌床駕屋的部分 我們認為 既然特徵組 調查局的執掌都已經這麼的清楚 甚至於 包括馬總統認為 成立連政署 主要是為了法官貪污 這些也有 行使公務員彈劾跟究局的監察院 這些各有所思的職務 再加上一個連政署 其實是跌床駕屋的 而且整個法制不清楚 試圖東施孝平的 學習香港 其實因為法制的不同 因為配套措施的不完備 是根本沒辦法發生效果的 我們更擔心的是 如果特徵組 已經變成執政黨的東廠 那麼 新設立的 連政署 會不會變成是馬英九的西廠 東廠 辦理不半然不夠 所以再加一個西廠 來發揮 政治打壓這樣的功能 綜合以上 總總的疑慮 是我們民進黨團覺得 連政條例 連政組織法 不應該在這個時候草率通過的原因 其實 最近我們發現 整個執政黨的立法的思維 都是一種萬金油式的立法 包括奢侈稅條例也是一樣 包括奢侈稅條例也是一樣 都不是真的要對症下藥 不是真的 希望能夠藥到病除 這些 條例的立法 都是為了一時的止癢 為了一時的寒爽 奢侈稅條例 也是為了 要改變 老百姓覺得馬英九 跟國民黨政府 傾向財團 截憑繼父 所設的一個障眼法 連政條例也是一樣 因為有法官貪污 所以趕快通過個連政組 組織法 試圖用這樣的一個 職養式的立法 來挽救馬英九日益下滑的民心 這樣的立法 民進黨黨團沒辦法奉陪 這樣的立法 我們覺得民進黨團 應該發表嚴正的聲明 這個聲明就是 我們不反對訴貪